對我來說,毀音的基礎就是要盡量真實地 準確地、完整地表達創作者的意圖 在這個基礎上 你再去努力地應當一種氛圍 把創作者想要表達的把它放大 把它變得更突出 讓聽者直接地就能接受 這我覺得是一個毀音詩需要完成的事 我是李鈞 音樂這個工作已經是我生命和生活的一部分 其實從小就喜歡音樂 上大學之前基本就打定主意了 基本以後就往音樂行業這個方向發展 連接畢業的時候就沒有服從分配 我就自己找了一家音樂培訓機構 就是學習當時最先進的合成器技術和密碟技術 培訓完之後 馬上就在北京找了一下小的電子音樂技術中心 做一些技術支持 器材、英文說明書、翻譯等等 當時通過這個技術支持 認識了肖白老師 他經常帶我進棚 有一天我就跟他說 我說我看錄音師職業其實也挺不錯的 然後肖白老師就記住了 後來有一次機會 他就把我介紹進正大音樂製作中心 當錄音師 現在想起來 這也算是我儲心積慮地把自己安放在音樂行業裡的最佳的一個位置 既然找到自己喜歡做的、想要做的事情 心裡也就不想別的了 踏踏實實地就好好幹吧 如果你能做你喜歡的工作 就是說你的愛好和你的職業 如果能合二為一的話 那是非常幸運的一件事 我其實不是一個設備狂人 大概十年前吧 那時候有什麼新的、好的或者老的、想要的東西 一心想得到 特別想用 然後在十年前 大概月仿這個棚裝完之後 我想要的東西都有了 所有的都在了 當時一下就感覺特別的滿足 然後就瘋狂地用這些設備 但是當你用上了之後 就發現有的東西根本就是個擺設 有的東西根本就用不著 當時你就理解了 對設備這個東西就是一個欲望而已 需要拿它來當成一個刺激 刺激你的創作過程 我覺得設備只是一個手段 並不是一個目的 重要的還是在人 如何操作 如何使用這些設備 然後通過這些手段 來達到你的目的 重要的是人 不是設備 基本上我不會在作品裡過分地加入個人的喜好 這一首音樂作品它是一個非常個人化的東西 它是對創作者的意圖的一種表達 它體現在是創作者的個人的喜好和一種審美 所以如果你特別地把自己一些偏激的 想要表達的東西放在他的作品裡頭表達的話 我覺得那就不是他的作品 就變成你的作品了 我想對於各種各樣的作品 各種各樣的音樂人的一種尊重和包容吧 是混音室應該具有的基本的一個工作態度 我特別地信賴真理印象 特別喜歡他的一點就是在DSP數字處理 當然他本身的那個升學做得也非常非常好 然後再加上這個DSP處理 就能讓他應付各種各樣的場合 各種有缺陷的升學環境 他都能把這個缺陷給彌補 把聲音準確無誤地傳遞和表達出來 我們作為混音師 你當然不想聽到的是一個假象 你要聽到的是真實的聲音 因為你要知道你自己在幹什麼 如果是假象的話 你就不知道你自己在幹什麼 我和國內的創作歌手合作比較多 這麼多年下來差不多做了幾百張專輯吧 合作最頻繁的汪峰啊 然後徐薇啊 李健啊 樸樹啊 金志文啊 那時候只要有事做就不停地幹 自己也沒覺得怎麼樣 別人會說 別人說這樣是不是很苦啊 很累啊 日子是不是很枯燥乏味啊 我一點感覺都沒有 反倒相反的感覺是一種 因為工作帶來的那種充實和快樂的感覺吧 沒有休息日 沒有節假日 也沒有休息 基本上是半夜回來 然後下午就去 除了吃飯睡覺 基本上就在錄音棚裡待著 去年4月份的一次體檢查出有些指標不合格 反省了一下 首先是從改變作息時間開始 基本上不好意思了 最開始跑步的目的當然就是為了身體健康 為了把那幾項不合格的指標給跑回去 但是跑著跑了之後你發現上癮了 你把這個過程本身當成一種樂趣 每天上午跑完步之後 下午來到房裡工作 那種興奮感、那種清醒還一直都在 這樣的話你工作起來 專注度啊 然後判斷力、準確率 各方面都提升得特別明顯 如果有一天你你的生活不再被工作填得滿滿的 你的生活會不會出現一片真空 現在看越來越多書、看越來越多電影 那種感覺就像你以前隔著門縫看這些東西 現在門突然一下打開了 你會覺得 哇 那是一種琳琅滿目的感覺 就像進了一個超市一樣 那種比較貪婪的心理就出現了 我特別喜歡小金·安爾郎的電影 他的電影留百很多 是一種非常純粹的典型的東方美學 但是在形式化的東西裡頭 又包含著一個特別有意思的耐人尋味的一個內核 算是對現實的一種提煉和抽離吧 不有那種說法嗎 作曲家把譜子寫在紙上之後 這個音樂就死掉了 這個譜子被演奏家演奏出來之後 他又活了 當這個音符或我們說這種頻率 離開音樂家這個琴子的時候 他也是死掉的 當他達到人的耳朵 然後再傳入大腦之後 他又活了 當然他以什麼樣的一種形式復活 那是根據個人的體驗 個人的情感經歷 個人的經驗 都有每個人不同的理解 我想這是音樂最奇妙的一點 其實那些經驗也好,技術也好 其實我相信是一直隨著這麼多年的工作積累 一直在自己的腦子裡儲存著 有的時候可能沒想到,有的時候可能沒用到 但是當你遇到一個什麼影響 或者遇到一個什麼刺激 或者遇到一個什麼啟發之後 突然一下你的某個開關被打開了 某些東西就是順其自然地流露出來了 你就會發現你的工作展開了一個全新的一個方式 如果讓我再選一次的話 我可能會學理科 從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維度來理解這個世界 你就會發現這個世界是多維度的、多樣性的 並不是單一的一個你所認知的、知道的那個世界 讓我再選一次 acakt馬? 臨時 有的時候 如果的也可以 可是還可以 在嘴巴 如果的玉益 以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